来看到警方逮捕通气犯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他是处理这9C路岛的案件 那么在花莲这个地方有民众报案说有人路岛了 警方去处理才发现说这名男子竟然是一个诈欺通气犯 不费摧毁之力将他逮捕 住哪里也需要帮忙吗 来先起来再说 眼见男子睡倒马路上担心发生危险 冤警出身将他叫醒 进一步确认身份这才发现男子竟然是名通气犯 那不可以坐你坐地上坐地上 担心打草惊蛇远警先将男子去往路边坐下 安抚男子情绪并且再三确认身份 在重复确认以后发现这个犯险的那个陈述的资料 跟我们发布的通气的资料跟影像档都是复合的 30号凌晨4点左右 花莲警方接过民众报案 说是在中华路跟和平路口发现男子酒醉路岛 前往处理结果一问一答之间 竟然发现是通气犯自己找上门 担心男子当街反抗 远警先装作不知道男子身份 将他请上车带回派出所 来先上来我等一下要帮你拿 男子一清醒发现自己人就躺在派出所 整个人当场傻住 因为诈气案被通气 男子天天东躲西藏 就怕被警方逮到 结果怎么也没想到 一个酒醉路岛竟然将自己又送回警方手里 记得红本桥花莲报道